你知道吗,在贵州省有这么样的一座城市,被称之为贵州省的小三亚。 这座城市就是位于贵州最南边的一座小县城,贵州的罗电县。 贵州的罗电县是属于贵州前南部一族苗族自治州下辖的一座县城。 这个视频就带大家去这座县城里面逛一下,真实地了解一下罗电县。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贵州省的罗电县。 罗电县是属于贵州省前南部一族苗族自治州下辖的一座县城。 现在我已经来到这座县城里面,在镜头前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叫做玉湖公园。 看看前面这处湖泊,这里环境真的特别美,前面那处还有一座桥,一座红颜色的大桥。 这里离山特别近,前面不远处,大概再走个几百米就可以走到山脚下了。 你看此时微风吹过,湖面上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灵灵。 再看到前面的山景,此时的画面像不像一幅山水画,特别美。 我们往前再走一道距离,去前面红色的大桥那块,再去转一下吧。 有的城市现在可能还在冬天或者是春天,但是当你走在罗电县城的街道上,你会感受到这里的温度已经是夏天。 现在是上午的十点钟,但是此时的室温温度已经接近有三十度了,现在已经很热这种感觉。 这里就是罗电县城里面,你看这块的环境还可以吧,街道上非常干净。 山脚下这里建造了很多房屋,水岸公馆。 如果你走在罗电县城的街道上,你会发现这里的街道上,这些人形道上,种植的这些很多这种景观树,都是那种椰树。 一般这种椰树,我们只能在海南或是南方城市见到,因为这种树木都是热带植物。 这种树叫做虎尾椰。 没想到在罗电县城都可以见到这种椰树。 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在贵州省的罗电县,你是不是以这里就是海南省呢? 贵州省罗电县,这些年来发展的也还不错啊。 你看山脚下这一排排的房屋,这些房子全部都是进行年来才新建的。 由于罗电县,这道县城比较小,而且知名度也不是很高,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道城市。 罗电县是属于贵州前南部一族苗州自治州下面的一座县城。 打开地图,从地理位置上看的话,罗电县是位于贵州省南边最远的一座城市。 这座县城是以广西省接壤的一个地方。 罗电县的面积也不是很大,它这座县城的总面积有3000平方千米。 这座县城的总的生活人口也只有不到30万。 如果你去过贵州贵阳,你就会知道在贵阳市区里面有一个小区,叫做花果园。 花果园的座小区,号称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小区。 那个小区里面一共生活了有将近50万的人口。 一个小区的人口都比罗电县城总的人口要多出来将近一倍。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座红颜色的大桥前面这里了。 再往前面走不远处就可以到山脚下了。 河边这里还放了一块大石头,这个是一座假山吧。 到这个大桥这边看一下。 这座大桥叫做玉湖大桥。 因为在这个大桥前面那块有一座公园叫做玉湖公园。 从这里转一下带大家看一下。 这里的环境真的很不错。 如果住在这里的话,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湖景, 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大山,青山绿水环绕。 我们顺着这个湖边再往前面走一段距离也逛一下。 阳光罗电,康阳湖城。 罗电县也被称之为贵州的小三亚。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罗电县这个县城四面环山。 是在大山脚下建造的一座城市。 相当于一个盆的盆底。 因为这里位于贵州市南部边陲。 整个罗电县境内是属于压热的季风气候。 所以由于地理位置, 造就了这里具有春早夏长秋迟冬短的特点。 一年四季夏天的时间特别长, 而且夏天到得特别早。 基本上在三月初这边都已经感受到夏季的温度了。 阳光非常充足, 而且日照时间也特别长。 在这里你不会感受到寒冷, 因为罗电县冬天特别短。 据说这里冬天最低的温度也能够达到10度以上。 所以你走在罗电县的街道上, 为了街巷发现这里有很多热带的植物。 这座城市里面一年四季平均温度都是比较高的。 因此这座城市也比较受欢迎, 所以有很多人都会选择在冬天来这里过冬或者是来这里养老。 我们看到前面这一大边区域全部都是高山。 这座山的海拔不是很高, 我目测的话可能在一千米左右。 这座大山叫做王乃屯大山。 据说这座大山之前还发生过一段非常神奇的故事。 说是在之前, 罗电县城的城北处有一高峻的大山叫做王乃山。 这座大山之前叫做仙女山, 也就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座的大山。 王乃山与一名叫做王乃的不一族农民有关。 据资料上记载, 说是在元朝末年, 在罗电这个地方。 有一位叫做王乃的七年, 这个人生性非常豪爽, 而且乐于助人, 喜欢帮助他人, 专为穷人打抱不平。 这位壮士后来也成为不一族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在元朝末年当时天下大乱, 王乃以白莲教为掩护, 深入洪水和两岸, 召集了很多农民一起团结起来一块议室, 从官府的手里夺回土地。 这些人在王乃的带领下, 白莲教展开了大规模的抗军抗税斗争。 后来一举攻占成功, 把罗电县城夺回来了。 以城郊的仙女山, 就是前面的这座大山, 为营地。 广州豪杰, 一时之间在当地的影响力特别大。 后来在1356年, 因为元朝统治岌岌可畏, 没有办法也没有力气对付这些起义的义军。 援军就撤回到了广西, 王乃因为起义军, 一时威震四方, 队伍因此也特别的强大。 这个就是王乃领导不移走农民起义反抗的一段历史, 因此人们也是为了纪念王乃这个人, 就把这个仙女山改名为王乃山, 就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人坐在大山。 那块还有一座半山小镇, 我们看一下这座山的山顶,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登上过这座大山。 这些房子就建在山脚下, 看这条道路平不平淡, 一条笔致的大道, 一直通到对面的大山脚下, 湖滨大道, 在这上面行走或者是开车太舒服了吧。 我现在在罗电县县城里面, 这就是县城里面的道路了, 不是特别宽, 旁边有一条小河, 古石桥, 这个石桥应该也有很多年了。 他们这边喜欢在马路两侧, 种了很多这种榕树, 这个应该是榕树吧, 我之前在别的很多城市都见过, 长了好多这种胡须。 夏天走到这棵树下面, 确实还挺凉快的, 能够知音。 阳光楼殿, 康阳湖城。 楼殿县城里面的环境还挺美的, 马路两侧这边种植了很多鲜花绿树, 非常的漂亮。 哇, 你看这一棵树, 这个是三角梅吧, 紫色的鲜花, 好美啊。 罗殿县城这块离大山特别近, 前面可能几百米处, 就走到山脚下了, 空气特别好这个县城, 所以这个县城也适合养老。 由于罗殿县城里面的小车不是特别多, 所以你在县城里面走的话, 你会发现在很多的十字路口, 交叉路口, 连红绿灯都没有装, 全靠行人和车辆自觉。 罗殿客运站, 我又来到了这里, 还记得这里吧, 我昨天来过这里, 因为昨天从贵阳这边坐大巴车就来到这里, 上个视频也有拍摄过, 在对面, 昨天我就发现在对面这座大山上, 山中间这边有一头玻璃的观光平台,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上去, 我待会过去看一下, 如果能上去的话, 我就爬到上面, 登高望远, 带大家看一下罗殿县城里面的景色。 严禁携带火源进入邻区, 到上面那个观景平台上去, 就可以了, 它这里是一个半山公园, 在山边山壁上建造的这一处战道, 我感觉我现在来到时间了, 应该一大早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再过来, 现在中午12点, 外面温度特别热, 看看下面, 山上这个紫色的鲜花, 开的非常鲜艳, 再爬一半就到这个观景平台这块, 半山腰上了, 下面就是罗殿县, 湖城家园, 对面那边是罗殿客运站, 从贵阳坐车的话, 就可以坐到这里面, 这是一个山, 它把这个山削平了, 建了房屋, 你看这一片全部都是大山, 我现在准备睡在这个山路, 到达上面的观景平台, 这是一条专门登上观景平台修的, 爬山沉道, 两边有很多林墨, 你看这块, 这个半山腰上, 还发现这种直引水机, 爬山腰是爬累的, 渴了还可以在那边喝水。 走了20多分钟终于上来了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这个观景平台没有开放呀 它这个门用铁栅栏现在锁住了 玻璃栈道这个原先开放的话 是5元一次 可以登这个观景平台 到里面看风景的 不过现在这边怎么关闭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现在这边关闭了 看那个玻璃上已经很久没有人去了 只能在远处望一下 比较遗憾 今天不能到那个观景平台那块去了 看一下上边 离大山山顶还有好远的距离啊 这边山顶 估计要登上山顶的话 还得一个小时吧 这边也没有登山的道路啊 从这里望一望远处的大山 下面这边都是罗建县城了 你看远处这边 一座大山连的一座大山 山连的山 我看到远处那块还有一处湖呢 看到没 那个地方应该就是玉湖公园了吧 我今天早上还去过玉湖公园那块呢 这个湖边这边还有一座塔 这个像塔状的房子是什么 有人认识吗 为什么罗电县被称之为贵州的小三亚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里登高望远 俯瞰下面的罗电县 罗电县的面积不是很大 总面积只有3000平方千米 这个县城的人口也只有30万左右 人口的话还没有贵阳的一个小区多呢 但是这个地方 它四周全部都是大山 周围群山环抱 相当于是在一个盆底 罗电县这里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这里常年温度都是比较高 夏季长冬季短 所以你在这里生活的话 基本上感受不到冬季的寒冷 因此来到罗电这个城市里面 过冬或者是来这边养老的人特别多 你看前面那里 现在近些年来盖了很多房子 这种高层的小区 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块区域 就是罗电县 整个县城的一块区域 这个县城的面积非常小 东西宽度的话 可能在大约在两公里左右 从山脚下那边 到山的这边 我目测的话是在两公里左右 南北宽度的话 我目测的话应该在三四公里左右 从那边有一处湖 那个是玉湖公园 从玉湖公园一直到前面那里 那边还有一个什么管 山脚下那块 应该在三四公里左右 就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如果翻过了这座山 再往东边走 大约走三十公里左右 就到了广西的地界了 罗电县这个县城 是跟广西省接壤的 我来说是玉湖公园的